21號本土疫情加五 其中四名來自嘉義和雲林 全市喜宴傳播鏈在擴大 喜宴指標個案案21792業務員 最新擴染嘉義市一對夫妻 嘉義縣退休校長的妻子 還有雲林退休校長 四個人同場喝喜酒 病毒精定序出爐 業務員和陶姬相輔 恐怕又和新北設計師有關 個案21792這一位 那他的定序結果 全基因序列已經出來 是屬於淘姬的序列 但喜宴染源就是找不到 業務員14號發病 而確診的雲林退休校長 13號喝完洗酒就喉嚨痛還暈車 發病日比業務員還要早一天 兩個人恐怕都是喜宴病毒的源頭 喝喜酒風險超高 不但要脫口罩用餐 用餐時間三個小時起跳 賓客來自各縣市 恐怕是全國最可怕的傳播鏈 到過的足跡 時間有點久遠 他可能想不起來 雲林水灿林國小救護車 進進出出 載走27名老師採檢隔離 全校大清宵 原來嘉義市確診的女講師 曾到雲林三間國小講課 飛沙水灿林國小 全校停課 下輪國小一個班級停課 而在對夫妻還到屏東出遊 包括吃萬嵐豬腳住墾丁凱薩飯店 知名景點統統有確診足跡 喜宴傳播鏈大爆發 恐怕還會持續燒 這南部中夥不動